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陈旅巡与华府市长也一同参加 陈旅巡致辞时表示 阳代表和平与坚韧 从历史来看 每逢阳年都有各式挑战 重点在于面对挑战要如何处理 正儿欲聋的乐队鼓声 随着游行队伍敲打出气势高昂的节奏 美国华府中国城举行阳年游行的庆祝活动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旋旅群与华府官员及大批民众 西家带卷参加 游行队伍身穿代表新年喜气的红色 行进中国城街道 美国与中华民国国旗一同飘扬 仪式开始也先后唱奏美国与中华民国国歌 美国与中华民国国家 每年新年在欧美中国城或华人街必备的 武龙武师节目深受新用华府市长包赛喜爱 会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 希望有机会能凑访台湾 对于台湾近年积极表态参与国际组织 华府市议会参议员许特劳斯 在致辞时表达支持立场 让中华民国能够展现应有的代表性 这场由乔社美京中华会馆主办的新年游行 多年来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观光活动 让市民及游客可以参与华人独有的武力新年 中央社记者郑重申 华盛顿报导 变形金刚大反派威震天 刚刚说的好像是中文 您没听错 华人的农历新年 好莱坞环球影城也推出磕碎活动 连变形金刚都得应景说中文 只不过他的腔调有点难懂 除了威震天讲中文 啄木鸟 乌迪和威妮也都穿上大红棉袄 猴子乔治也匕首画脚拜年 年节气氛相当浓厚 环球影城为了吸引华人旅客 推出中文影城之旅 从语言到餐点都很讲究 每天都有数多班中文影城之旅 可以提供给中国的游客 那另外还有 我们还要提供中文的地图 有提供中文中餐 这个中餐其实也很受 我们其他游客的欢迎 今年环球影城充满浓浓年味 粉红色梅花拱门 大红色的灯笼 还有挂满外籍游客心愿的许愿树 不管了不了解农历新年的意义 也都要沾点喜气 中央设计者吴邪昌 洛杉矶报道 来上后冠 新出炉的印尼小姐激动落泪 23岁的安妮亚身材高挑 五官深邃 以优雅的仪态和机智问答的成文表现 获得评审青睐 安妮亚赛后受访时 特地秀了段中文 向台湾民众拜年 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2015年 来到印尼西亚 因为印尼西亚 有充足的文化 有充足的文化 我希望你们会爱印尼西亚 穿着一席黑色礼服出场 2014年的环球小姐保丽娜 举手投足充满迷人风采 她或要担任选美嘉宾 以过来人的经验 鼓励所有的参赛加力 最重要的事是 要是真正的 要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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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不自然的 就是浪费的时间 一年一度的印尼小姐总决赛 在雅加达登场 来自印尼各省份 共38位嘉丽 历经4小时 马拉松市的竞赛 终于选出内外兼具的安妮亚 接下来将肩负 行销印尼观光的重要任务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 雅加达报导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记者 雅加达为您报导 泰国麦福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 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央年来了三阳开泰 每个人都喜羊羊 哈喽 各位中央社 全球视野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曾佩茨 在这边要祝大家 新年快乐 2015年是羊年 首先要祝大家 羊年行大运咯 全美最大的2015年 洛杉矶旅游节冒险展 热闹登场 台湾馆没有缺席 本介于旅行台湾 就是现在为概念 或仅提供传统同万 与美食供民众尝鲜 精彩的整体规划 也让台湾馆连续五年 赢得大会最佳展观奖 我们特别想认为 台湾的参加 很多年 台湾已经是一位好朋友 他们都投入了我们 给予我们的信心 但最重要的是 他们真的出带到他们的 来带到他们的文化 和食物 来到美国 我希望你们都会认为 这是一个很棒的组织 我们在台湾里有一个很棒的日子 我们希望所有展示者 能够这么做的 观光局指出 今年台湾馆融合了浪漫 乐活 美食 购物 文化与生态等六大元素 在获得大会最佳展馆的加持后 相信更有助于提升台湾的观光知名度 今年非常高兴 我们台湾观光局 连续五年拿到 这个大会最佳展馆的这个奖 那因为洛杉矶这个旅游展 是全美最大的旅游展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奖项 对我们提升台湾的观光品牌的形象 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为了在旅游展中抢占市场 洪欧局本届也特别针对 持美国或加拿大护照的旅客 提供只要两人同行且同房 有人就可用一百美元的超值价格 享有多项限量优惠 判借此拉抬保导人气 中央设计者吴邪昌 洛杉矶报导 菲律宾马尼拉海洋公园 这天涌入了一群叽叽喳喳 笑容洋溢的小朋友 乍看之下 他们跟一般小朋友没有两样 但他们挂着口罩 头发稀疏的模样 泄露了罹患癌症的秘密 菲律宾台商总会 和当地学生社团合作 让数十名癌童 畅游马尼拉海洋公园 这群癌童平时在医疗中心内治疗 难得出来游玩 看到各种海底生物 无不开心地又叫又笑 first time ko po nakabunta dito tapos ngayon lang din ako nakagala dito ano mo naka nakita mo na masa yung mga ano yung mga pagi tapos yung jellyfish madami tapos may agila pa nakatakot yung agila nilapitan nakita ko po yung agila first time ko lang po nakita 菲律宾台商总会秘书长黄德富表示 为了议员挨没小朋友的梦想 台商总会负担所有旅游费用 让这群年轻生命留下美好的回忆 也希望能带动更多团体关怀弱势 希望能抛砖领域来 让菲律宾角色能够更加地来 去关心我们这个弱势团体 小朋友开心玩乐的气氛感染了身边的人 但随行的医护人员表示 有一些病情更严重的癌痛虽然也想来玩 但却因为失去行动能力无法入院 谢谢台湾收集医生 装社记者林行健 马尼拉报导 但您关心体谈消息 台湾高球选手曾雅妮结束LPGA 澳洲女子公开赛后 26号将赴泰国参赛 曾经是世界球后的她 这几年状况不佳 前一场澳洲赛事 在第二轮就遭到淘汰 宁妮这场比赛能否有好表现 也备设球迷关注 更多后续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